韩国羽毛球公开赛 国羽南爽最先全军覆没 无援八强 除此之外在其他四个项目中 中国军胜独苗 今天的四强争夺在中 率先出战的是国羽南丹 22岁选手赵俊鹏 迎战印尼的实力选手乔纳坦 后者是8月亚运会的南丹冠军 双方击战45分钟后 赵俊鹏连丢两局 无援四强 国羽南丹全军覆没 赵俊鹏在前两轮的表现出色 首轮与丹麦老将为听哈斯苦战三局 2比1险胜晋级 四轮队阵前世界第一安赛龙 首局与其缠斗至27比25险胜 此局以21比9速胜 获得南丹八强席位 成为最大黑马 虽说安赛龙有可能是策略性退赛 但首局双方的激烈缠斗 也展示了赵俊鹏不俗的能力 今日比赛的乔纳坦又是一名强敌 首局开始 赵俊鹏进入状态很慢 乔纳坦抓住机会将比分拉开至6比1 赵俊鹏连追三分后 乔纳坦再次连拿4分 并以11-5进入局限 下半局乔纳坦再得1分后出现了失误 赵俊鹏连续进攻 得得5分 分差被缩小 随后两人开始互相得分 乔纳坦在16-13时 再次发起一波进攻 连得3分扩大优势 最终以21-17先下一局 第二局乔纳坦乘胜追击 开局依旧保持领先 在6-2时赵俊鹏连追三分缩小分差 不过依旧处于落后 直到时平时 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赵俊鹏并未养住比分 出现了连续失误 乔纳坦很快将分差 再次扩大至15-11 随后赵俊鹏紧追1分 乔纳坦又连得3分 分差被彻底拉开 乔纳坦以20-14拿到赛点后 赵俊鹏连追2分 以16-21再丢一局 一汉出局 无缘四强 赵俊鹏今年已经22岁 和国宇主力时与其同岁 而两人的差距还是很明显 不过在本战赛事中的前两轮击败了强敌 对于赵俊鹏来说 也是一种信心及经验的提升 相信他在之后能更好的总结 快速的成长 加油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